繼續來看到甲基七 驚靜後面的消息 甲基七之前有一名路主到秀吉店 外帶揮歌 算不便去廟 不然比他更晚的客戶 說偷帶他的車收拾 當中在店內彎起來 甚至是擋手打人 也有兵桌 跟其他客戶都讓他走走 店家不定義報警 結果環境在他的包包裡面 找到車收拾 想不到他壓制堅持 在店內插鬧 連警察都撞不住 吃飯時間 路主到在小店裡面插鬧 說店家的鼓勵 將他的車收拾頭 店家一直開設 他在空空他都聽不懂 甚至當手打人 讓店連吉他人 其實驚到大家都離開了 店家只能一直回家 後來實在是動不住 找來近乎 就在這名路主的客戶裡面 找到他 無論比吉他人 可以收拾頭的收拾 不想到這名路主 儀管是繼續在現場亂 連警察都很熟悉 他的行為就真的都很誇張 從頭到尾都是無理取納 先了解這個 越南籍女子的訴求 原來是他的機車鑰匙不見了 我們當下處理的同仁 他先把他的隨身的包包打開看看有沒有放在包包裡面 結果一打開他的鑰匙就是放在他的包包裡面 可是那個願警女子還是一樣在店內咆哮大聲吵鬧 我們處理的原因就是協調他請他離開 鑰匙導舵請他離開就好 可是他還是一直不願意離開 之後我們就協調商家 洋裝說我們警察要離去店家要打烊 之後他才自行離去 路主在在店內亂2千個兵 就讓店家不夠用 受到驚訝人家收錢 損失機制達成功 車內環境處理 有緣是店在的現場不完走 因為實在是真理破 剛才這年不理出納人家 店家就好自己實在是590歲 西新新聞中介面王秀三 跟二七 蔡宏博德